人就越长瘦呢,研究发现,人脚部的筋越软,人就越长瘦,古代中医学家通过内观内证发现,人的筋支根就在脚部,治病要治根,养生也要条根,因此只拉身体的筋,而不把脚部的筋拉开,是只标不治本,把脚部的筋拉软,不仅能够扁得强壮,严年异瘦,而且还能够改善人不好的脾气, 因为,脚部的筋越引,人的脾气越容易暴躁,人状全平脚签,脚是健康总根,人状全平脚签,中医认为,交与人体的五脏六腑,四肢百孩,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,光在足底就有136个穴位反射区,分别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,因此经常双脚互打,等于在条里全身五脏六腑,尤其在冬天, 双脚互打更是不可缺少,因为百病从寒起,寒从脚下生,有很多老人通过双脚互打后,发现必热水泡脚还要实惠,打一次脚,甚或十次泡脚,脚是人的健康总根,人之有脚,牛四树之有根,树乎根先结,人老脚先摔,很多人都在寻找治病养生的这根方法, 树不知拍脚就是治根的无上妙法,人有四根,分别是,鼻根,乳根,耳根,脚根,鼻根是人的苗之根,乳根是人的总气之根,耳根是人的神迹之根,耳脚根是人的精气之根,耳脚根是人的精气之根, 耳脚根才是精气的总气点,是人健康的总根,脚步拉筋,简单一招,最有效,拉脚步的筋不能用常规的拉筋的方法,最好的方法是双脚底底面,相对互相对拍,方法,可以端坐着拍,也可以躺在床上坐,凹陷的脚面也要拍打的,如果因为各种原因,不能够用脚拍打,也可用左手拍打右脚脚底面,右手拍打, 左手拍打左脚脚底面,对拍的节奏,以每分钟70次左右位移,每天500次以上,大一,如何拍打,坐着躺着都可以,双脚互相击打,腰部也会用力,这样还可以锻炼腰部肌肉,有很好的抢腰部顺着作用,需要注意的是,不能用木锤,木棍等拍打,生活中可以发现,有些人经常木锤,木棍等拍打脚步,这样越拍, 三,脚筋越硬,适得其法,双脚互打有时大好处,一,强身健身,年年益瘦,二,防止神经衰弱和失眠,三,防止高血压,四,防止风湿关节炎,五,防止腿脚拔木,六,防止糖尿病,七,防止感冒,趋寒暖身,八,美容减肥,九,防止脑溢血和脑血栓, 身,小除疲劳,使人感到神仙愉快,坚持心死法,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,越来越强壮,年老的气氛好了,病痛少了,活到百岁不是梦,年轻的更壮实了,很少会生病,人壮全凭脚健,脚是人的健康总根,学会双脚互打这一招,脚步的筋越软,人就越长瘦, 这么简单而又用的方法,一定要让大家都受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